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键子后手翻转体180度 接直体前攻翻转体540度 他得到了9.775分 第二跳李小鹏更是以直体前攻翻转体960度的超高难度动作 赢得了9.862的罕见高分 最终李小鹏第三次夺得了世锦赛跳马金牌 罗马尼亚的德拉古列斯库和加拿大的谢菲尔特分裂二三位 在双杠比赛中 卫免冠军李小鹏与黄旭构成了双保险 李小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新身豹的动作 拉臂躯体后攻翻两周 最终他以9.825分获得了冠军 这也是他在本届世锦赛上夺得的第三枚金牌 黄旭和俄罗斯的聂莫夫并列第二名 这个双杠冠军也是李小鹏获得的第13个世界冠军 距离李明保持的14个世界冠军纪录只差一步了 距离李明还有多少人 还差一个 两个时候是 明年吧 明年奥运会是最主要的 我想把重点就放在奥运会了 另外李小鹏还在单杠决赛中获得了第五名 金牌被日本的陆岛获得 在女子平衡幕决赛中 中国小将范叶和李亚联手对金牌发起冲击 以预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范叶今天发挥出色 以9.812的高分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李亚排名第四 拿到冠军就觉得很高兴 然后有一点激动 觉得昨天高地杠失败了没什么 肯定嘛 有失败就成功 阿西的桑多斯获得了女子自由体操的冠军 这也是南美洲选手在世界体操大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俄罗斯名将霍尔金纳没有获得决赛资格 至此第37届体操试锦赛圆满结束 中国队共获得五枚金牌 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这也是中国体操队在世界大赛中获得的最好成 全国的警察精英汇聚到了这里 40辆警车一字排开 人们期盼已久的首届中国警察汽车拉力赛即将开始 这些平日里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神探们 今天却要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展示他们的风采 下午2点20分 当驾驶1号尼桑帕拉丁的北京二队缓缓驶出发车台时 2003中国警察汽车拉力赛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来自全国公安系统的40支代表队的80名车手 将在为期15天的赛事中进行角逐 作为建国53年来举办的最大规模的警察汽车赛事 本次比赛将穿越10个沿海省市 全程近6000公里 从世纪潭出发两个多小时后 拉力赛车队顺利抵达了本次比赛的第一站 天津堂都 晚上8点 赛的交通障碍 有许多美丽的城市都与车队擦肩而同 如果赛端较长的话 午餐就只能这样解决了 看他们吃得有多香 摄像机过来了 哥们来摆个pose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首届警察汽车拉力赛 本次赛事突破了以往同类赛事的单纯赛车模式 突出了贴近公安实战的特点 在沿途赛点城市举办了汽车特技驾驶 警务技能 茶几战术模拟演练等系列活动 这些平时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精彩场面 成为了本次拉力赛的一个亮点 在长达15天的比赛中 来自大江南北的车手们都要面对各自不停的困难和问题 来自东北吉林的车手王恒 他的最大苦恼就是南方炎热的天气 我觉得最不适应的吧 就是说这个天气的问题 因为我是东北人吧 东北人的这个天气很凉爽 这一路上啊 这个天气非常炎热 所有的赛员啊 都是这个经历了这个风吹雨打啊 太阳的这个酷热 之后 没有什么怨言 都是在尽力的来去拼搏参加这个比赛 说实话 对于同样出生在北方的我们来说 南方的酷熟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25号上午 苏州举办了本次拉力赛唯一的一次越野赛 在车队到达之前 苏州的最高气温已经持续几天达到了40度以上 刚刚8点半的太阳晒在人的身上 似乎已经能够烤出油来了 为了防止中暑 所有的工作人员和裁判都已经无暇顾及自己的形象 即便如此 仅仅几分钟 穿在身上的工作服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车手们的参赛热情 对平常没有太多机会在越野场地上训练的他们来说 这次比赛是他们难得的锻炼机会 针对汽车场地赛绕桩是汽车特种驾驶的基本操作方法 首先这里边要选择在行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 我们警察这项运动 特别是在我们茶几 逃犯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运用驾驶技术和技能技巧上 在过去的工作当中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通过这个比赛 更加提高了我的驾驶技能和技巧 心理素质也得到了锻炼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能更好的发挥这种驾驶技能技巧 追击逃犯 为人民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在参加本次拉力赛的男子汉当中 还有一对来自河南的女车手 虽然他们看似柔柔弱弱 可无论是在越野赛场 还是在场地赛中 都时时传递着一种筋活不让须眉的气度 转过来的时候 步度过大了 帮转的也不好 甩得太远了 因为我们这女警察是半边天 这是一个向全国人民展示警察风采的 我们女警察当然不能缺席 应该积极参与 还争取考出好成绩 谢谢你 在车轮与时间的赛跑中 不知不觉 车队已经结束了大陆赛段的征战 几天来 一只陪伴在我们身边的大海 终于敞开了她的怀抱 来迎接这些风尘仆仆的车手 这也是十几天来 车手们第一次搭乘汽车以外的交通工具 穷州海峡的美丽风光 和靓丽的海囊姑娘 洗去了车手们一路的柳鲁王顿 动手快点啊 好 好 8月4号 休整了一天的车手们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投入到了本茨拉利赛的最后一站 三亚站的总决赛之中 由于是最后的较量 车手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进行这最后的一波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熬战 最后绝出了团体和客人的名字 只要立即一抬起 就马上加油门 冲出起跑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警察汽车拉利赛 从开赛之初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在长达15天的比赛中 车手们每到一处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一束束鲜花一声声问候 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警察的敬仰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 此次拉利赛才得以顺利举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来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为了提高全国公安民警的车辆驾驶技术 同时也孤无士气 展示我们人民警察的风采 也是央警卫凝聚警心的这么一个活动 才是达到我们的目的 十五天来的酸甜苦辣此时此刻早已不复存在 他们期盼着 期盼着下一个赛季的早日到来 蒸蒸铁骨铸就中华景魂 铁骑飞驰养我中华景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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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